那扎否认跟张瀚分手是因为安全感,原来张瀚从来没有爱过他。 那扎否认跟张瀚分手是因为安全感,原来张瀚从来没有爱过他。 最近,古丽娜扎在接受某杂志的采访说起自己最近的生活,表示过得很幸福。 回到家里妈妈会做家乡菜给她吃,她声称安全感只来自妈妈,其他的她忘了。 有媒体解读为他在回应自己跟张瀚曾经的恋情,两人分手是因为安全感。 虽然今天那扎工作室发文回应一些媒体借机炒作,自己最近并未回应与张瀚分手的事,也没有责怪张瀚没有给他安全感。 对于那扎工作室的必要声明,网友也是讨论的热火朝天。 其实,鼓励那扎和张瀚去年就分手了。 工作室发布养人和平分手的声明中,这两人是因为承载过多外界压力,彼此追求事业从而聚少敌多。 尽管如此,但还是引起很多吃瓜群众的揣测。 毕竟这段练情陆陆续续也持续三年了,要说外界压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毕竟张瀚的前任是郑爽,自带热搜体的郑爽经常把前任跟前任的女友一起带上热搜。 当年张瀚跟郑爽分开不久,就与那扎高调在一起了。 两人经常一起秀恩埋晒自拍,感情显得非常好。 因为张瀚跟郑爽恋情的缘故,很多人觉得那扎是第三者。 因此鼓励那扎也是经常被骂,曾经在采访时痛哭,表明自己真的很委屈。 张瀚也没怎么站出来维护过那扎,那时候那扎确实承受着很多外在压力。 然而随着两人感情的稳定,两人却宣布了分手。 外界也有传言说,张瀚是打算跟那扎结婚的,只不过被拒绝了。 但是这个说法真假还有待证实。 毕竟了解张瀚的人其实都知道,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。 跟郑爽在一起的时候,就很专注于事业,他又比较要强,所以也会给郑爽一些压力。 而郑爽随行直率,也曾经说自己只想赚购开店的钱就退出娱乐圈,还曾经因为太想念张瀚抛下导演就去看他了。 而那扎生日前夕,张瀚做了什么?他跟张军宁高调秀恩爱,丝毫不考虑前任的感受。 这说明了什么了?还不是说明他没爱过那扎,当时只是年少冲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茗茜